都说李卫办事效率高 但谁也没想到 李卫查案也有一手 欢迎走进今天的大清奇案 李卫支走黄轮 目的就是要翻旧帐 查冤案 而且他笃定了 在士绅和官僚们 沆瀣一气的江苏 定然少不了冤家错案 一卷卷卷宗被搬出 李卫这次带的人 都是他信得过的自己人 不多时 就有一件奇案搬上了台面 为此李卫不惜亲自来到了大狱 李卫走到了一处牢房前 牢里羁押的女人 归缩在墙角 没有一丝动静 可以说是心如死灰了鼠一身 李卫抚下身子 借着昏暗的烛火 问了个问题 你知不知道老子是谁 现今江苏一把手 驯服李卫李大人 李卫先是赶走了狱卒 接着又关上了牢门 看四下无人 才对刘王氏说道 我看了你的卷宗 知道黄轮在审理你案件的时候 动了手脚 充满功力 全是算计的话 从李卫的嘴里 那是纯纯没有一点杂志 由此 刘王氏缓缓道出了 他的冤屈 收集完情报的李卫 回去气的 直接干了一壶的茶水 李卫在镜子前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倾向 看着怎么也像模像样 摇动着折扇 颇为自信的开口 起来吧 你也要开始审案了 随着李卫的声响 这场大清奇案 才缓缓拉开训 原告刘王氏 按照刘成递交了壮旨 同时也致行了一下 经典影视台词 就今天你大人 为民父做主 先及李卫传唤了被告人 承森 承森来到堂下 瞅见跪着的刘王氏 心里先吃了一惊 接着单膝跪地 跟李卫走了一下流程 形势走的是标准的官场制度 你落不官 有了这一问 承森开始说了自己的背景 此刻承森表明身份 和自己只是在丁优 不是没人要的现状 无疑就是在表明一个态度 屋上面有人 竟然在职 你干嘛不穿官府啊 承森心里一须 膝盖一软 扑通就跪在了地上 黄大人在收到的消息后 那是坐着轿子 一路狂奔 朝廷上 承森则是开始抵赖 李卫张嘴 原来如此是吧 你这个案子 涅台黄大人 审理过了 承森 那指定拍着胸脯啊 没错啊 黄大人已经审完了 不行啊 你问问黄大人 就在此刻 大门被推开 远处一人 急急奔斓 黄伦来到当场 开口第一句话 这个案子已经结了 而且我都交给刑部了 你怎么把它又给翻出来 李卫叼儿郎当的 往椅子上一靠 拿他们最擅长的制度武器 来对付起了他们 班牌啊 你告诉他 身为一省巡抚 有没有权力重审呢 按照朝廷的律制 当然能够 这一下 黄伦没有话说 只能乖乖地坐在一旁 关上衙门 这案件过程 颇为简单 这老伙计 收钱办事 压根就不想翻案 李卫可不关你这个 你尽管照实说 刘王氏当起开口 我在他腿上 狠狠地抓了几把 他的这句话 却被黄伦抓住了漏洞 两年前的印 现在怎么还能演出来 你不要脸 如果没有李卫的简约选宗 想来这个刘王氏 只能会是一具 被鬼神夺走魂魄的僵尸 根本没有机会 得到翻案 而衙门之外 又有多少群众 等着一个个李卫降临呢 他们能等到吗 但对于此刻的刘王氏 他是直接开启 对黄伦的自爆模式 你骗站了我的身子 黄伦抱起 不惜用大型 想要让刘王氏闭嘴 底下的衙衣 你瞅瞅我 我瞅瞅你 等着巡抚大人发话 黄伦似乎也意识到了 自己刚才好像自爆了 李卫站起身来 我这八块有一万首货 刘王氏当即 直接又爆出了隐情 说这黄伦 在二堂秘审的时候 巧言令色 就是只需要夫人 付出一点小小的代价 黄伦突出一个有恃无恐 开玩笑 有能的你查DNA 有能的你查监控 但是 刘王氏一阵回忆直到 想到了隐秘 说是这黄伦 在肚脐左边 有个黑质 上面还有红毛 同僚们是议论纷纷 黄伦这头畜生 高低是没法做人了 一旁李卫 也开启嘲讽故事 念你是朝廷命官 给你留个面子 我去后堂 等着官鸟啊 到了后堂 黄伦的汉珠 不住地低落 甚至不惜放低了姿态 李卫摘了黄伦官帽 背质红毛 鸟上有斑 事情水落石出 承森直接被打入大牢 刘王氏 先被安置在了别处 而其余的省内官员 捏手捏脚地 来到了后堂 姿态突出了一个卑微 李卫瞅着这些个官 一个个不说话 装强作诗地表示 来人啊 把我这奏折 发个快递给皇上 您现在上折子多不好 事都没办成 你们早这样 何必当初呢 只要皇上高兴了 那我指定就高兴 那咱们皆大欢喜 接着 李卫就来到了片院 本剧中的李卫 作为穷苦出身 也想给刘王氏 安排一出好去处 可奈何 封建社会中 闹出如此大事件的刘王氏 基本已经社会性死亡了 所以明白自己处境后 他决定上山出家 料理完了一切的李卫 也决定找点乐子 只不过他没想到 他找的这个乐子 差点毁掉他的职业生涯 那么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长安大拇指三秒 为剧眼充能 我们下期